所以大家從這裡來講 那為什麼不給他查呢 那當時的調查局 為什麼不給他調查呢 所以單單從這裡 就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了嘛 我覺得是這樣 臺灣人都很有愛心 每一次災難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慷慨解量 都欠很多錢 可是這些善款 你到底有沒有善用 我們舉個譬如說 好 剛剛紅石智慧 你等於是把大家所監管的 就所謂的沒有指定用途的監管 都動作你怎樣 你們去花薪水 去這樣開銷開銷掉 也就是說大家監管的錢 就好像丟到水溝裡面去的 你為什麼沒有說人家的監管 是要用在公益上面 你有沒有節約開銷嗎 包括我那時候在臺北市政府 當那個就所謂有個重大災害 民間贈災監管的委員會 當委員的時候 那我那時候是以臺北市 會計師公會理事長的身份 進去監督 那那個時候他們有南洋海嘯的一些監管 那既然有臺北市政府 以裡面的一個前任的官員 他可以他可以利用那個一個名義 利用一個公益團體 就是一個寺廟的名義 去申請一筆錢 說要做什麼用呢 說要到南亞南亞的亞濟省去 要設個網站 要宣傳什麼 宣傳中華民國憲法 我說你進南亞宣傳什麼中華民國憲法 而且那個亞 誰關心啊那邊 而且亞濟省那邊 只有商長有電話 其他家裡的人都沒有電話 而且又經過了海嘯 所有的家庭全部毀了所有的 這個這麼優秀的人才是誰啊 可以問一下嗎 對 那個那個 我就講明說林正修嘛 對不對 當時我有在委員會裡面執行 這個是外交部部長的人才 對 那我有在委員會執行裡面 我把我把擋掉嘛 就擋掉我不准他 可是他們還是因為委員制嘛 我只有一個委員 可是我為了要留下紀錄 我是用花的雙關號給他們說 我反對 那後來通缺過 那還有一個 這個是後來我也當了立法委員 就那時候臺北市政府 他要把這個錢拿了六千四百萬 捐給紅十字費 轉給四川的一些什麼 什麼決別小鞋 那個我們前兩天的節目 有做到最終說有一個委員 反對 他們不顧委員反對 還是捐 那個委員就叫做羅淑蕾 就叫羅淑蕾 我也反對 我雖然反對他 那個時候 非要這麼做的市長是誰 那好龍兵嘛 然後再講說更好笑 就是你剛剛你剛剛徐律師 談到說有人被換掉 那他們當時 因為覺得說我很囉嗦 一天到晚 對於那個那個他們每一個監款 我都給他反對 其實我也不是每個反對 就不合理我就反對 那他們當時就發個函給臺北市 那個臺北市公會就說 那個不能夠給羅淑蕾來當委員的 要換人 那他們當時的理由是說 因為民進黨有提個案說 只要是民意代表都不能夠當委員 後來我就去問民進黨說 你們怎麼幹嘛提這個案 沒這何事 對 沒有 民進黨後來又發個函 就說我們現在這個函 不要了 那個羅淑蕾可以當 當委員 可是他還是質疑要換我 對 那換我到現在為止 公會都每次回他函就說 我們找不到別人可以去當委員 結果羅淑蕾願意當委員 所以現在還選在哪個地方 所以 剛剛羅委員補充一下 羅委員講的那個 那個六千四百萬 那個對不對 各位要瞭解 他的前身其實是九二一大地震的捐款 九二一大地震的捐款 捐給臺北市政府的裝號以後 後來用八千一百八十一萬 弄進去剛剛羅委員講的那個重大災害民間 這個贈災捐款裡面 對 在提拨六千四百萬給紅十字會 幹什麼 四川謝北小學蓋二十間教室 ok 然後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臺灣連續好幾次 發生那個重大的那個颱風事件 傷亡很慘重 有人有意見 對面的有意見 所以大家就才會提出這個東西 你看我當時我就寫了 我說當時是因為是在九十七年十月 我說災害資金已經五個月了 川陣災民以後所算安頓 唯我國最近一個月 連續有三個強烈颱風來行 生命財產損失波距 農產損失數十億 農民損失慘重 唯我政府因為財政困境 災民之救助 猶如杯水車薪 所以我當時是請他們把這個錢 拿去在臺灣本島 救助我們那時候 因為臺灣受損的這些災民來那個 而且我那時候講說 大陸現在也比我們有錢 他外匯存體高去世界地位 對 我們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以平去祭父呢 我們為什麼 為什麼要以弱氣祭牆呢 沒有必要嘛 而且還祭一個對我們相當有敵意的國家 而且有沒有理我還是沒有理我 所以 因為你叫羅蘇淚 所以我反對 你看嘛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假如一些所謂的監管的團體 包括我們政府 大家都認為政府比較有公信力 那可是事實上不是如此 包括紅十字會 包括九二億大地震 那個時候 對 那全民監了多少錢 但是最少監總共加起來 差不多有四五十億的錢 你只要把這些錢平均去封給那些 那些災民 那些那個話 大家每個都可以把房子蓋好 都會那個 可是那個時候 就是很多的監管的單位 他根本就是給你 給你就是所謂什麼保留 百分之十五周人士開銷 或者是說把它挪為其他使用 包括很多的縣市政府 收到監管去幹嘛 去說辦那個什麼 什麼連環晚會 什麼跟災民連線 只要跟災民一點關係 就可以扯到那個錢 那我們就扣到災民 也可以身心病 對 那你這樣的話 會讓民眾會失去 失去那種熱忱 那種熱心 所以這樣的話 其實 其實不是國家的福氣 所以你今天紅十字費 你當然 當然 你是在整個國際上 他是非常有名 對 那你這樣看 你被這樣網友去很多 要就到日本的那個 要捐款給你的人去留宿說 你不要捐給我們臺灣的紅十字費 其實這對國家是傷害很大 對 沒有錯 不是只有讓紅十字費丟臉 也是對我們中華民國也是丟臉 臺灣也是丟臉 所以紅十字費他自己本身應該要去檢討 你應該好好的來公佈就是說 到底你的 大家質疑你的 你的人事開銷 為什麼 你一個月要兩百多萬 你到底請了哪些人 做了哪些事情 有沒有說是因為是那個仇佣 去請了一些人呢 因為我們質疑說他有仇佣 包括你的業務費用 每次都高達 就是不透明 五千多萬 那你這些錢在哪裡呢 那我們當然取取出外 我剛剛提到說 他的簽證會計師是那個 那個菲利迪的媽媽 可是菲利迪媽媽的整個報表裡面 也是好像行行糊糊 很籠統 都沒有名氣 所以這個都是不對的 所以說應該我們對於紅十字 紅十字會的法的一個修正 還是說他的一些人事的任用上 不能夠說由他們自己的董事會去 去那個要有監督 應該要有一些監督 是不是說應該有適度的 由政府的官員派進去進駐 而且做適度的監督 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羅遠講的 就是監督兩個字 那麼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的時候 我剛好人在 我剛好跑這個消防署 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那時候臺灣是向民間的辦公室租房子 租了好幾層當消防署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那麼當時民間也好 到處都有成立這個捐款賬戶對不對 我告訴你史無前例的混亂 混亂到什麼程度 照理來講民間拿了這個 有民間團體發起捐款 捐款賬戶 人家要把幾千萬然後送給這個消防署 你應該是要才對 你沒錢 沒錢沒有生命探測器 什麼東西都沒有 你應該要就對了 對不對 你不要 你知道為什麼不要嗎 因為這個所謂上千萬以上的 這個捐款不是錢 他是要弄一套 比如說通信系統還是什麼東西的 然後給了消防署 那時候因為人每天都在消防署裡面 震災了以後三天三夜沒回家 然後我就會很好奇 人家說要捐這個東西 你們為什麼不要 他說特定廠商一年的維護費用 要超過上百萬以上 我們沒有這樣的預算 你知道意思嗎 也就是說事實上要的就是錢 錢然後相關單位機構 包括消防署也好 包括我們要怎麼樣給災民 或是我們要怎麼買器材 可是不要 他們不是這樣子 他們有時候會直接跟你說 我要給你什麼東西 然後呢 後面還有每一年每一年 他們後來算了一下 未來十年 我每一年付的錢 就超過你給我的錢 所以當時運用了這樣子 所以才嚴格審核 那你也不要忘記 全國知名的這麼大的一個機構 如果沒有監督請問你 他全國這麼多據點 這麼多的人士 這麼多的開銷 成本啊 我從來沒有想過 給了你一億的捐款 結果你要扣掉一些成本 你的成本扣得還不少 那我幹嘛捐錢給你呢 為什麼不給專戶 這個就是為什麼 台南震災應該給台南市政府 然後高雄七八 應該給高雄市政府來專款專用 因為他們一毛錢的成本費用都不會扣 OK 來 徐委員這個依紅十字會登報說明 他們是這樣講 他們說紅十字法 因為有他的這個 過去的歷史背景 所以紅十字法或可這個修正 但絕對不可以廢 聽到嗎 為什麼 當然可以廢 為什麼不能廢 因為其實紅十字會法裡面 他給了紅十字會一個特權 我們任何機關要去辦募款 都要經過內政部核准 只有紅十字會法律 已經直接就說你隨時 任何機任何問題任何的災難 你都馬上立即就可以募款 那因為他這樣子 所以而且紅十字會 其實長期大家以前 大家小時候都買過他的郵票 強迫募款過 所以大家對他還有一些印象 我們已經都被洗腦了 要救災要什麼 就是找這個就對了 結果呢 大家看到剛剛羅蘇維委員講的 這些錢給我們賣賣用 還有這些人的背景 這些主事者 理建事等等這些背景 怎麼都是國民黨的 或者偏國民黨的 還有再看 他們說他們都沒有領錢 沒有領錢 請問沒有什麼其他的福利嗎 出國或者是什麼 到哪裡去跟什麼其他紅十字會 交流一下 請問有沒有用到這裡的錢 我們要問一下 還有秘書長當過秘書長的 也有當過市長 還當過秘書長的 請問他一個月薪水多少錢 沒有領薪水嗎 秘書長沒有領薪水嗎 有吧 羅蘇維應該裡面資料有吧 所以我要問的是這些 所以現在大家認為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乾脆我們把它廢掉 我們另外成立一個臺灣紅十字會 也許這樣子乾脆打破以後 重新再來 也許重新獲得民眾的信任 真正才能夠讓臺灣在紅十字會 救災在外面能夠走出去 所以我是覺得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這個法律 現在很多人都要把它廢除 我已經共同提案 還有連署的 我的印象中已經超過五個了 來 洛源 對啦 真的應該是說 那個時空背景的一個不一樣 紅十字會不能再以說 我就是老大 我 我有受那個裝潢的保護 那所以我任何的監管都都可以 那個不需要 不需要那個經過內政部核准 那我 我的 我的那個帳的監督 也不需要 對對外很明顯的公開 其實這種心態都不對了 其實也不是只有紅十字 包括很多的一些慈善團體 因為你這樣假如說 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 讓民眾來質疑說 你的戰有問題的話 其實這個會使 那個民眾信心會降低 這才是最大的傷害 會阻擾損害我們的愛心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像 其實我在那個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那個李彥哲 有成立了一個叫做什麼 那個什麼前盟 就是要來監督 那時候我是負責 會計師公會去作為那個監管的監督 那時候我發現很多的那個 那個善款都濫用了以後 其實我坦白講 我到現在從九二一大地震到現在 我的錢全都不監給公益團體 我都我都寧願說 我自己跑到災區去 當場交給受災 你看看像八八風災的時候 我自己 我自己就跑到新開部落 我就到新開 新開去 就直接去花紅包 你看看 我都直接去花紅包給 直接給災民 我這是最實在的 那其實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呼籲災民 直接找樓耳元 因為 我不信任 我不信任紅石智慧 我不信任任何任何的團體 那其實假如每個民眾都跟我一樣 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是 是很悲哀的 這是國家信心的崩潰 會蔓延到其他的各個部門 蔓延到其他各個面向 這對整個國家的信心會崩潰 這是很危險的 而且因為紅石智慧的招牌很大 所以他其實吸納了 他其實佔據了大多數的慈善資源 然後既然你佔據了臺灣 這麼龐大的資源的話 其實你 理當應該要透明 可是剛剛如果有人講說 應該派一些官員進去監督 我覺得太困難了 就是說你要這個團體 就是他是一個利益的既得者 然後要他自己 你要自律 你要透明 他自斷手腳 他何必做這種事 而且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政黨的關係很好 譬如說這次臺灣政災 他也是成為那個外交部指定國外 所有捐款的指定專戶 就是全部進到紅石智慧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對紅石智慧內部的人員來說 什麼東西最重要 當然就做人際關係比較重要 我只要跟政府單位打好關係的話 我國外的捐款也很多啊 來自各個地方的 你看叫那個什麼 達也喇嘛也捐錢等等 是不是也就是說 他可能在維持人的關係上面 要比他真正的做善事 這件事情來得更為熱衷 但其實就有點扭曲了 所以你要這個團體 他變得健康 他讓臺灣人民對他有信心 只能從外面著手 只有施加外力 把這個法廢掉啊 廢掉逼你重生 看你得不得重生 我覺得面對這樣子 就只有那種心理 再獨遞一一點 這個法廢掉 我想要看你 在看你 整體 去試卖 冷藏 掉 打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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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